早上 不能去 都闷了一天了 也该吐吐气了 是少主啊 行 行 行 李渊 其实我就是 回去吧 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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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你没事吧 其实你没什么事 我 对不起 是我对不起你 多说了 不怪你 那你还是生气啊 我就是想冷静一下 那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期限 我这样有点难安 三天 不说话 不见面 可以吗 两天想不想 不想想 好 三天就三天 想不到今日笔人 竟被周掌柜说服 当真 同几位夫人聊起了生意 此举虽然冒险 但值得一试 没准这家店日后 就能成为这新专程的独一家 是第一家 但绝不是独一家 啊 张老板高瞻人主 不以男女论英雄 日后 必能成为这新专程的独一家 大事 过奖 过奖了 诸位夫人 你们谁来盖这个印 有钱一起挣 有事一起做 这印自然也得一起盖 对 姐妹们快来 以后啊 这可就是咱们酒杯人的店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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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愣着干什么 赶紧过来搭把手啊 哎呦 哎呦 别点儿 正合适 我看看 我看看啊 那正合适 收拾收拾东西 赶紧收拾东西去啊 怎么收拾东西 还没收拾好呢 你去书房看看 我去柜台 好 东西啊 东西啊 小心 来 上下楼梯可天文注意啊 别把自己上去了 好了 东西啊 竟西啊 东西啊 您这画的可真是挺喜欢的 东西啊 哈哈哈哈 周掌柜 这各串的代表画会 我接望择队清楚了 不得弄错啊 东西啊 我在这儿盯着她们 一张图一张图地对着画的 绝对不会有任何差错 您就放心吧 那就劳烦您了 哎 注意安全 好嘞 哎 东西啊 你 哎 小雷 快快快 你快尝尝这道菜 我要吃了 所以你把它摆得多好看 我觉得它特别适合当开业菜 好香哦 你尝尝 那这个要把上 倒上排菜 吃吧 好吃吧 好吃 真好吃 你尝尝这个 嗯 真不容易啊 这个我要我要 太多了 哎 喂 你这花样这么多 没辣度水招牌水瓶 快难选了 袁先生 我们吃了不少菜 您想哪 嗯 啊 真沉的 让我去安排一下 嗯 哎 对对对 再加点这个 嗯 少加点 少加点 对吧 对 给您炒一下 有真香的 不愧是刘大厨 看侧夫人过假了 还差得远呢 快快快 从底下开始炒 对对对 哦 对了 侧夫人 这个菜也让上官剧主尝一下 尝尝是否正宗 我能尝尝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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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好吃啊 这个菜一定是好 多好吃啊 看我这灯火 猪蝇有味 有一层线 两位客官 您点的辣子鸡 你坐在一起吃啊 哎呀 你不是吃饭了什么 不是 我没点这个菜啊 我点的 你有意见吗 特别好 你吃妈妈 嗯 嗯 好 来 看 怎么样 天哪 好漂亮啊 这个能卖不少银两吧 我都说了 你可以吧 哎呦 听到了 听到了 连这儿都听到了 那我拿走了啊 送你了 东家 辛苦了 东家 嗯 东家 小心啊 东家 堑 ind彩 Unt Milk GoPro 我这次做得不错吧 是不是 헤跟文ерт 我都满分了 是挺好 BUT 你 risk分还差一次 哪乎谁 Parr Bang 得走唐 你 然后也多来了 浅所 creo 划手 你 曲obile 你 カゴ Tage 登彼 radar 音量 Hollywood 周掌柜 东家 有几件事情 要嘱咐您一下 您说 这些花卉啊 一定要盯紧了 如果是枯了呢 要及时更换 这干净和卫生呢 是最重要的 厨房一定要每日都有人打扫 还有这些烛火 在没人的时候 一定要确保 它是熄灭的 好嘞 我这就记下 苏总管 侧夫人 少主命我接您回府 这位是 这位是周掌柜 周掌柜 侧夫人 少主还命我给您一个字条 新穿喜词 外穿喜桃 金穿多用金银器 可加以区分 刘少主有心了 周掌柜 把碗筷按照各川的喜好 多背一些 好嘞 周掌柜 我来帮您 好 行啦 快回家吧啊 人家担心你呢 都不是 爱 avons 是吗 各位冬家 嗯 根据皇帝呢 午日之后 时已开夜 到时不知几位东家 是否露面呢 虽说眼下 都在传九川美食会的几位东家 是妇人 但亲眼看到几位东家 在酒楼外面点炮迎宾 那就有所不同了 这几日几位东家的能力 必然是没有任何成见 但外人毕竟是树木存光 倒是和议论纷纷 有恐不妙 掌柜说得有理 外面口耳相传 九川美食会受女子开设 会让人很好奇 可若是我们当真露面 定会招致非议 大家忙活这么久了 连亲自打开酒楼大门的机会都没有 这也太不讲道理了吧 生意不讲道理 我们出面开业 众人只会在意 女子行商这个噱头 不关注酒楼的菜品 特色 不利于酒楼立足 女子行商在我们单川 再正常不过了 金川更是如此 我们为何要屈从于新川的眼里 新川毕竟是新川 女子亲自开业 确实是扬眉吐气 但我想要的是 酒楼这份机业长久 难道我就想要酒楼倒闭吗 我只是很不明白 女子行商 难道就会让酒楼这份机业不长久吗 上官 原因的意思不是说 以女子的名义经营 这生意又做不下去了 她只是想规避风险 当然 我们也绝不认为 女子做生意就是有风险的 我本人也绝不认为 非议女子做生意这件事情是对的 嗯 原样 上官她不是好面子 她只是觉得不公平 所以才这么几个 好了 好了 我知道了 金银酒楼嘛 就怕女子金银成了噱头 还是这个酒楼的菜好不好吃 值不值得来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是被人发现 这个酒楼的东家是女子 我们也不怕先生的 只是如果自己主动先生的话 就怕觉得刻意 让别人觉得 我们是真的想利用这个当血液 对不对 对不对嘛 对 对 坐下喝茶 我来看一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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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一先生也请喝茶 你这茶端得可真凭啊 看一眼没剩几日 总觉得还有很多事要做 嗯 你这上面有些事像 都是不急于一时的 我来看一眼了 我看看我的 你怎么也做了 咱俩安排计划的思路不一样 天使桌布这一项 在我处属于未完成 但你那边 却是很延后处置的 嗯 桌子也是可以待客的吧 桌布装饰 也能等以后容易留在天使 我是这样想的 修缮仪式不可一蹴而就 十二的唤星反而更新鲜 你认为最重要的是 再去了一片菜摊 嗯 吃饭的地儿 菜好不好吃 当然是最重要的啦 曾夫人和我家夫人 真是越来越像了 原一先生教导 我今日又下帖子去行好家了 但都是阿少主夫人回的心 说她身体不适 不许出门 一听就是结果 他们府的病根 是在二少主身上 没关系 我们再想想办法 九楼仪式 我总想着 给好家姐姐留一份 免得她之后 只能依靠二少主 给她阅历帮膳 身心又为 实在是太不可靠了 嗯 她法 fait 老师 睡了 那你哈哈哈 先跟婉oon 特别落走 特别多处 所有恼处 户都figurat 你已经抽筋了 郡主 小心抬肩 你看这时间 时间还没到呢 说好了三十时你也不说话 所以想请你准我走个后 这在下是茶饭不思 心神不宁 实在是懂得这一炷香的时间 所以请李大人通往左 不行 左后门 门都没有 说好了三十 查半炷香都不行 这个时候走得挺快 就不能再坚持健成 欲凭欲展 你们知道领征多么齐人吗 我让他走他就真走了 这 我去准备宵夜了吗 我是去准备宵夜了吗 这样正好时间也到了 还可以贿赂你 我是猪嘛 有吃完是醋 你不是吗 你不是猪 你怎么能是猪呢 你看这期限也到了 我能否请你供尽宵夜 一会儿我想吃瓜子 好 你要包满一百粒 我要一会儿去圈着你 好的 我还想吃桃子 但不想自己扒拼 没 没问题 你还想吃什么 态度不错 谢谢 要不是因为我私心把你留下来 你早就回到季川 过这一夫一妻 成婚相对的日子 可像娶妻 还有宴请宾客这种事情 是我走得不聊的 但 我向你保证 我会努力 直到有一天可以做主 你是我侥幸遇到的家人 所以不要 所以不要 不要 我知道新川有很多问题 这是我希望去改变的 但这条路很难走 潮中之势变幻莫测 如果我有一天出了什么岔子 我希望可以保证你 把你送回家 我想留下来 陪在你身边 我知道 你要走的路很难 但既然是自己选择要做的事情 就一定要做 而且 你可以做到 我也一样啊 我也一样啊 我也有自己想做的事情 想开酒楼 想有自己的事业 甚至会想 让新川的女子 有更多做事情的权利 试一试吧 不试试 怎么知道能不能行呢 还有 你跟我说的话 我也都知道 多明白 也知道你很无奈 只是心里有点不太舒服 不想让自己烦躁的情绪 影响到你 所以 所以说 我们俩冷静冷静 不过现在没事了 不要多想 吃饭吧 吃饭吧 我不爱吃蝎 不能挑食 你吃 你吃饭吧 真 我不吃 不吃不吃 不吃不吃 美食会 开业大决定 主位 有钱的捕个钱场 没钱的捕个人场 欢迎来到我们九川美食会 一团 来 里边请 里边请 迎来了 这可比原先的团篮楼好看多了 不错不错 这看来是出自妇人之手啊 好看多了 让你们东家出来捕个面 要真是个女子啊 这也太有上风话了 这女子怎么能开酒楼呢 开酒楼啊 各位 各位 我知道各位好奇 我们九川美食会的底细 我们东家 早晚都会露面的 既然各位今天已经来到本店 那何不先看一下 我们九川美食会的菜品呢 我是单川的 没想到他新川 还能看到这么全的单川菜呀 哦 竹子里有苍穿是吗 风干牛肉加饼 这么地道的菜都有啊 懂行啦 哈哈哈哈 主位主位 这既穿的军孤锅看着很特别啊 哈哈哈哈 各位各位 各位 我们一楼二楼都备有多间厢房 都是按照各川特色不知 各位若想吃 家乡菜品 领略他乡风情 尽可在此处取号叠单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排队取号 排队取号 都有都有啊 排队排号队 这么多人 倒是排不上号怎么办 是 哎 是啊 散台就坐的客人呢 我们都有按照各川定制的碗筷 如果没有排到相防号的 我们还会再免费赠予 单川纯粮好酒一壶 这废物是 这废物是 这废物好 咱们排队排队 都有唱啊 这么多人来啊 都在船 这是女子机的酒楼 想来一探究竟人多了去了 要趁这几日抓住大家的胃 这酒楼也就成了 物证四百安 退后 退后 来 走 走 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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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少主 白醉 必须撤近 西都.'" 老大 快 您吹лиз 什么 走 今天是刚刚开业 还望官爷您多多包涵 您是大人有大量 等等 等等 等什么 难道要让他这样胡闹吗 而现在下去 就等于成为这酒楼是我们开的了 难道要如此吗 有人举发 共证司救的茶 给我搜 不可如此啊 官爷 官爷 谁来酒村美食喂用餐 就是意图行酒山风化之时 这酒楼 是我们大家的 都出了事儿 我们一同承担 走 你们可清楚 这一间酒楼的东家 可是 可是什么 官爷 放手 出声 新城律法里头 可没有哪条准你对无辜宾客斗手 这位官爷 想必没有护胜司签发的公文吧 但您却敢带着这么多公差上文 妨碍我们生意 莫非 新春的规矩 与我们金川不同 都说 九川美食会的东家是女子 看来 这并不是谣言啊 你们举个女子明目张胆地做生意 那就是有商风化 我 我今天非得 非得怎样 律法可说了 女子不得做生意 如今您倒是大过律法了 你这人这么对我 你知不知道你是我的 在这经营的几位女子 都是正经人 堂堂正正地做生意 来这的客人 不知道东家是什么身份 若有人觉得我们丢人 也是丢得我们自己的脸面 与旁人无关 没有公文 擅自大人搜查 我们就不举发你了 拿个退一步 您大人有大量 就容我们这些小女子 在这儿做些小辈生意 如何 感谢各位官业检察监督 今日闹了这一出 还请诸位宾客海韩 也正如诸位所见 这九川美食会的东家 确实是我们几位女子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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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请诸位看看 我们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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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填 我们如是归还 你别这么追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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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翻炒一下不然就不了 快快 可以下盐巴了 少放点 少放点 听说三少主闹起来了 想人要不要回府一趟 喂 我待会儿正好要回府 比少主亲自说明就是 那解决了吗 那死老三说什么了 解决了 芸芸 你要是有事就先回府 我有几句话要跟你打出说 嗯 京明 你帮我把这个端过去吧 以后这几个小事 我们能自己解决 就自己解决 就不要劳烦少主了 是 小人明白了 财夫人 几位体验器部将们 上手很快 过几日再招些厨子 小人就不用在这儿帮手 可以回府 专心为您和少主做菜 我想再招几位厨娘 在新川总有需要钱的女子 只要她们肯干活 人品端正 就让她们加入酒楼 再说了 这厨厨时不时要塑在酒楼里 我怕是不方便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 你就放心的着 以后这酒楼的安全呢 只有我来负责 谁敢欺负你们 调了他 去忙吧 是 都糊了呀 快点疼过 你看这个眼窝 都可好了 你别手艺可值不少钱 我都觉得咱们卖便宜了 嗯 袁先生 生日的亏空 比预想要多啊 烂地 今日三少主这么一闹 我们只能让你抽冰 放心 放心 会收回来的 真的啊 当然 我手下 可从未有个溃背白白 除了被迫下架六上属那次 架是架错了 但是认识了我们呢 也不亏 也是 错有错着 好 进 双拐 干嘛 上 你怎么还 都在这儿了 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我到底回家吃饭呢 等我回家吃饭干嘛 这话说的 你来来 我跟你说 你来来来来 干嘛呀 我跟你说你行 你注意你干嘛呀 干嘛呀 你松开我 干嘛呀 你松开我 你有事啊 不是 我就想问问你 你明日回不回来吃饭 那得看九楼什么情况啊 你有事啊 不是 那后天呢 那得看九楼什么情况啊 你有事啊 那 大后天 那得看九楼什么情况啊 你到底有什么事啊 行 随你便吧 我也没说非得跟你吃 我知道啊 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这么反话你听不出来啊 你就那么不在乎我吗 不是 我为什么要在乎你啊 说得也不是没道理 不是 我就 行行 你就 行行行 在乎他 嗯 吴少主最近老缠着你 他很奇怪呀 你也奇怪 他拉着我听人家闭讲 你明明看得很开心的 他说要我在乎他 太诡异了 也不奇怪吧 上官郡主是吴少主的夫人啊 吴少主想让自己的夫人 多在乎自己一些 这很奇怪吗 很奇怪啊 很奇怪啊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奇怪呢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奇怪呢 我们静静这么大一个大美人 在吴少主身边 他看着了心动 想倒追 很正常啊 倒追我 也是 我之前听说 上官郡主和吴少主感情不佳 但看起来 你们就是吵吵闹闹的 感情其实不错嘛 感情 在末川的时候 我帮他打酒很激起呢 什么呀 那是你不知道 吞天喝酒之后 把我所有的兵器全都摆出来 说要哄他们睡觉 结果自己睡地上 你看看 人家宁愿自己睡地上 也要保护好你的兵器 这吴少主 把城市喜欢上你 不过 他要真想倒追也挺难的 我们静静应该会喜欢 可以打赢他的男人 我为什么一直在用倒追这个词啊 这边这边这边 你干什么啊 这边这边 你干什么啊 这边这边 你干什么啊 你干什么啊 这 您党到了 您站着 您站着 抱歉啊 怎么了 这银子 你 哎呀 抱歉啊 抱歉啊 生日正好啊 你天天不用上朝吗 我要跟着我干嘛 你不知道 我父亲交给我的差事都很简单 我也没有正式的职务 我就偶尔跟着老幼奔点差事 再说了 我不上朝 父亲觉得这个潮藏的风气 它都变好了 你忙吧 别管我 我怎么接着介绍那相看的姑娘啊 非要约在这儿 说这家酒楼的东家呢 是女子 干嘛 老实 要我说啊 有什么好相看 听了就不能安分在家搭一瓶 她这小小年纪 还没到女子着选的时候 她自己相看着 我不知道 她着急得很 但是我看她越这样 越找不着老幼奔 上梁不正下梁歪嘛 不是 你拉着我躲什么呀 我不能见到她吗 怎么 堂堂武少主的夫人出来开酒楼 还给你丢脸是吧 我没这意思啊 不准跟着我 你看你 我没呀 我 你 我没吃点 你们这上菜都围着我上了 是不是 你是 迎川的是吧 迎川好 该吃吃该喝喝啊 不必聚谨 你呢 把我当个普通人就行 我母亲说呀 我就应该找个年纪比我大 成熟稳重会照顾人 但你这年纪大 倒是喜欢往这女子 搬到酒楼里钻呢 是不是又有点想 不安于事 我只是觉得 这要让女子觉得更安全些 你怎么这么清楚 你是不是经常出来 我听她 这可不行了 我告诉你 尤其是像我五嫂那种单纯女子 天天在外抛头露面 都不是什么好女子 五嫂 停 五嫂 原来真是你啊 我以为我认错了 那 不是 我说五嫂 你怎么能一个想象 都不带自己就出来了 万一你要在外面 红杏出枪了 这 这谁拦得住你啊 是赵主 看见我就看见我了 下次不必打招呼 更不用多嘴 不是 我是为了你好呀 五嫂 不是 五嫂 你虽然是单穿的 但是你都嫁到我们新穿来了 是不是 你总得守点规矩吧 你不能天天走低了 你这把大枪到处乱走 这成何体统啊 你不嫌丢人 我都替我五哥丢人 老师 不是 说什么呢 不是 五 他丢什么人 我看你挺丢人 不是 我报告你 上官是这个酒楼的东家 也是单穿的郡主 轮得着你在这儿说三道四吗 东家 原来她就是这家酒楼的女东家 不是 五哥 你疯了 来来来 我跟你说 你算什么 怪不得外面的人都说你迅不复 这单穿猎马 你不够无证 你竟然让一个女子出来做生意 新穿的脸都让你丢尽了 你知不知道 你喊什么 你喊什么你 我今儿个还告诉你 从今天开始 你对我的夫人尊重了点 听到没有 我凑 我凭什么尊重她呀 你知不知道外面的人 都怎么说这酒楼 聘机私沉 以色是人 就你们家这匹猎马 简直就是不齿下妇 不死 不死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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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真没想到 你连老舌都打不过 什么我 我那是脚滑 我斜没跟脚 你再来一次 我揍她屁股尿流我 是 废话那么多 哎呀呀呀 疼了疼了 哎呀 你不是嫌我开酒楼 给你丢脸了吗 干嘛还强行为我出头 我发誓我从来没这么想过 我就是觉得 外人说起不好听的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吗 你再说了你干什么我都是支持你的 为什么 只有什么为什么的 就是 我 我想让你勾心 什么 就是 就是 我想让你高兴 我想对你好 想让你高兴 你说你一个人在新川 孤零零的 连个保护你的人都没有 当然我知道啊 我知道你很强 但是我就想着 你说偶尔是不是我也能保护保护你 让你开心一次呢 好 这疼 这位鸡蛋还疼 死 死 死 你咱也回去休息吧 那我走 等你伤好了再来保护我吧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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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拾我我我回去了啊 我走了 喂 我们静静应该会喜欢可以打赢他的男人 哎 那倒也 不一定 来 我敬各位 今日设宴请两川使者来 是想聊一聊 九川推行新币仪式 如今就只有戴金两川 没有签订契约了 我知道各位还有所顾虑 这新币推行无论是板式还是印制 都会通过新川 那各川的交易往来 营收状况 新川都会知道的一清二楚 原来刘少主 心里都明白呀 您好歹也算是我们金川的女婿 如今这般提议 是觉得娶了我们的郡主尚不知足 还要把金川拆股勿复 还要把金川拆股勿复 其实在下也是站在 两川的角度思考问题 这利弊一向两腹而来 我们在七月中明确规定 印制情况必须公开 所以外川亦可观测我们新川的营收 我知道今代两川经济强盛 但如今六川都与同盟共推新币 这交易往来厉害一体 我就是担心长此以往 杨川若是固步自封 恐将落后啊 六少祖所言有礼 带我们回去禀明主战 再行答复 小主 少主 下官也先行告退了 不急 这九川美食会文明都成 二位横才也没怎么动款 吃完再走 来 请 咱们就当是火司闲下聚餐了 都别拘着 自在行 少主客气了 来 尝尝我们下 来 来 来 谢谢 不说了 二位比我年长了 也比我更加老的 这日后还有很多需要学习 二位定量的经历而来 少主这说的什么话 之前下官初始莫川四五回 每次都无功而返 可少主竟将莫川的那些老油条 收拾得服服帖帖 我啊 是第一个服了 是啊 少主还未到九川十五四十 下官就听说 丹川主最是竞辅少主 丹川也姓梁子军哪 我可是搞不定啊 他们新川虽为九川之首 但对外还是以尊重为坚定 来 我请二位 好 请 各位 准备了酒楼的招牌菜 还请各位品鉴一下 多谢 多谢 东家有心了 这是内子李位 也是酒楼的东家 实景 实景 那我先走 走 之前的人滨宴也是内子帮忙 这融合了九川美食 所以把这个想法延续到了 如今的九川美食会 原来是您办的呀 经过不让须眉 难怪六少主说 接待外船来时 放在此间酒楼最是不错的 使者们吃了家乡的菜 心情好了 事也好谈了 是啊 你看 今天这事不就谈得 八九不离十了吗 对呀 对呀 我们敬你一杯 人为不必饮酒 请我坐吧 我准备了一些解酒的茶 陈部员 听少主说 您呀 经常的初始末传 当真是怕了酒了 以后也请少喝 多谢 多谢 王世老 少主跟我说过 您呀 人不错 就是胃不好 所以呀 以后也少喝酒 二位有心啊 这些小事我都还记得 身体也有小事啊 来 咱们一茶代酒 敬二位 少主 您知道 我这里面本来就是什么 什么事 您呀 今天表现得非常好 我的不原都很喜欢您 我都快紧张死了 其实袁一先生说 就留在家中里长 肯定是故意的 还有你 早就想好了 要将我介绍 给你的不原们认识 别用郡主说了 你已经逐渐能够独当一命 提前让信任的人知道 你才是六社主府的女主 这很有名 那你就不快传出去 被外人说 你专宠侧夫人 我要只有这样的名声 就不会有别人 再把婚礼嫁给我 老六社家那俩不安生的 非要团团三个家的人 一起开什么女子酒楼 然后老五和他们俩那单传练马 也非得跟人插呼 这可嚣张了 那嚣张样子 我都不敢跟你学去 就 你看看他们把我打成是什么呀 他们 他们太过分了他们 那女子开酒楼 我的人还说 还有其他各川的使者出入其中 那是要踩到我的头上架 就是二哥 这哪是打我的脸呢 这 这不就是打你的脸吗 这 话说回来了 那些使者们 在酒楼里吃了自己的家乡菜 还挺高兴的 跟六哥的关系也是越来越近了 好啊 殊子猖狂 我倒要看一看 他的手 能伸到什么地方 少主 夫人 少主不必担心 各成使节 不过就是去吃了几顿饭而已 就算再亲近 也亲近不过您啊 少主酒喝多了 妾给您沏了茶 你不是和尹征的测试 关系好吗 你就替我去一趟 九川美食会 他们一定有不得当的地方 你发现了以后 回来告诉我 他们都知道 妾的心里只有寿主 估计是问不出来什么秘密的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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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日你跟我玩那些话说来蒙蔽我哄我开心也就算了 我都不跟你计较 你不是说心向着我吗 你真的没给我看懂吗 少主 您不是正在跟石少主谈事了吗 对 那个 李可爱 我告诉你们 没有人能忤逆我 没有人 嫂嫂 我 还有个亲友相 我就先撤了啊 方家 只能够想到 个肌子 不 Nolan 這個是幾乎呀 快點吧 嘗嘗 真的太谢谢你们了 也不避着我 其实我今天来 是二少主想让我打探一下 你们经营的虚实 这才让我出来的 实在是抱歉 这有什么的呀 你千万别想那么多 你就跟他说呗 对呀 你好不容易出来一次 就他那点小心思 还便宜我们白见了你一回呢 就是 别怕 我们敢开门做生意 就想好了要应付这一切了 可不是嘛 对面的铺子被人盘走了 也要做酒楼呢 这是面对面跟我们打擂台 我们都没在怕的 酒楼目前虽然还在昆髓 但我觉得只要应付过这一切 过了小半年 应该就能扭转局面了 这么久啊 你们清醒一点 这么快就能引力的酒楼 已经很罕见了 员一先生 咱们都说好了 吃饭的时候不能弹胜 你忘了 知道了 对了 二少主确实知道六少主 在这个酒楼念请各春使节 恐怕等时机成熟 他会拿此事做文章 尹征虽然要做这件事情 就免不了受别人非议 不能因为别人的闲话 就不做事了呀 谢谢你告诉我们 好家 来 梭子蟹炒年糕 也是颜川特色菜 多吃点 这菜虽然好吃 但螃蟹杏寒不宜多食 知道了 知道了 就这一次嘛 让好家姐姐也吃开心 你们真的太厉害了 短短十日 进经营出这么大的一栋酒楼来 但是我太没用了 我什么忙都包不上 什么没用 你在说什么屁话 好家姐姐 你这状态可不对啊 你要遇到什么难事 跟我们大家说 我们一起解决 对 你们 比我家里的兄弟姐妹 对我更像亲人 好家姐 二少主是不是又带你不好 他怎么带你了 你告诉我们 我们帮你出头 你直接说就是 没事 我只是觉得 自己真的很没用 以前总想着 你帮着男人过日子 自作聪明 活生现在这样也是活该 大家别管我 扫兴了吧 快吃吧 快吃吧 来 你怎么了 没事 给我 他打你啊 王八蛋 郡主 他没打我 他就是推了我一下 推 推什么腿 放他放不呢 对 对 看看你好欺负啊 真没事 我以后还得继续在他手底下讨生活 不能每次出事 你都去府里替我打出升天吧 而且我也不能连累你们呀 好家 要不然你跟我们一样逃跑吧 我 我能跑吗 这侧夫人跑路倒是不常见 这侧夫人跑路倒是不常见 但还是有的 男人碍于面子都不会报关 就像三少主对我们一样啊 不过 结妻妹们也没有上治理寺的急策 好家这儿 三少主碍于面子不肯报关 那二少主只能比他更深 好家姐姐 你跑吧 跑到季船去 我们两家有交情 我爹爹一定会设法庇佑你的 不行 如果这样的话 那所有的责任就都落你身上了 有什么不行的呀 难道要让我继续看着你 这样生活下去吗 只要你愿意争一口气 这责任 我单纯替你担了就是 我早就受过了那样的日子 不再想过那样的生活了 要不这样 等风都过了 你到酒楼外出 你不是会做好多花茶花露吗 还会用花枝做胭脂 等这酒楼好起来 你就放到这儿鸡卖 肯定会卖很多钱 你可以养活自己的 好家 这是我给你画的线路图 无论你是想去金船 丹船 寄船 任何一个方向 都会有人愿意收留你 绝不会让你 竟然一生地于二少数抗衡 天哪 谢谢你们 真的太谢谢你们了 你放心 有我们在 你别怕 人的任性是很强的 只要你愿意忘记过去 总是能做到的 你 你怎么了 这是怎么了 是今天的饭菜有问题吗 我吃了挺多的 感觉没什么大碍啊 好家 你是不是在家里吃坏什么东西了 没用啊 好家 你该不会是 嗯有什么东西也有的时候 打案 出品 谢谢大家 我把你还回事 已经两个多月了 你说她有身孕了 是 那太医 你可能诊出 她腹中胎儿是男是女 这 自然是诊断不出来的 有罗太医 是 这几年 我只有两个庶女 你若能为我产下儿子 便是府中长子 我必会重重赏你 芳如 你去城北神王庙 请那个张神婆来 她断胎儿男女素有经验 少主 我认为无论是男是女 都是天赐之福 应该不必 行了 让你去你就去 你要好好休息啊 过节日我再来看你 还不快去 我去 浙夫人别担心了 浙夫人 怎么样 二少叔府上的人口风也太严了 什么都不肯说 不过根据小人打听消息 多年的经验来说 没有消息就是消息 就说 就是说 郝佳姐姐真的怀孕了 绝对呀 那屋厅的补品 流水般地送到二少主府 她一会莫如生 许事没过三个月 她还不稳 所以还不能说 这女子怀孕都是好事 浙夫人要替姐妹高兴才对呀 有孩子是好事 就是这孩子来得不是时候 我有些担心浩泽姐姐 这样一来 二少主 就会把她看得更近 又有好长的日子 见不着她了 钢琴说 都专信开了一家酒楼 叫九川美食会 姑还没说什么 你俩都贵得勤快 儿臣有罪 甘愿受罚 这儿臣也罪 星川历来不允许女人 抛头露面的 可咱们星川也确实未曾规定 女子不能外出闯荡 父姐 那个 我夫人的家乡 女子是可以外出经商的 她们这个 这么做也是希望大家在新川 也能吃到自己的家乡菜 以解思乡之情 这一片真心 天地可表 我当时听了之后我特别感动 我就想着说给他们一个机会 既然他们有这根心 将银两头进来便是了 不必亲自操持 少住夫人在外走都成何梯统 父亲 其实 丹川的观念就是 男子能为 女子亦能为 而且丹川兴盛跟丹川主信任女子 也不无关系 我认为这九楼还能表现出我们 海纳百川 再说啊 他们如果只投钱却不经营 这对于其他东家也不太公正 这是京川丹川两位郡州的主意吧 起来吧 陪估把这极棋下完 是 是 主上 几位少主夫人在外开了一间酒楼 你知道吗 看来 你是早已知道了 臣妾也是刚有提吻的 你是怎么想的 妾以为那几位少主夫人这么做 也不算违反律令 做法是否破格 还需观察 若当真无事 不妨当做美谈 用人不居男女 只看本事 对新川也大有弊意 你知不知道 老六在酒楼宴景外传使者 商谈公务 这件事儿 妾确实不曾听闻 但妾以为 尹征 她绝对不敢嫌愉悦之爵 她在九川事务司任职 应对外传是她职责所在 那酒楼破具特色 外传使者爱趣也是有的 若能让外传使者 放松洽谈 许多事也许会顺利些吧 父亲下令 让我盯紧老六 一旦发现她有任何问题 我们护政司 就接管九川美食会 你怎么不说话 妾怀有身孕 有些不适 不舒服就叫太医啊 绿明 你怎么伺候的 少主 无碍 这怀孕有些不适是正常的 这可不能不仔细啊 你肚子里这个 可是我的长子 以后让夫人养 就成了名正言顺的嫡长孙 妾的孩子 少主要给别人养 你放心 不会是赵芳如 她锋芒太露 我打一开始就不太喜欢她 日后 我再觅一位 可心的夫人 让她好生 教养我们的儿子 这些脂粉全部都扔掉吧 对孩子不好 少主 这些都是妾 用花露亲自做的 也问过太医了 对胎儿无妨 而且 妾只是 显然脸色看起来 不那么难看而已 你不用这些也很美 绿鸣 待会儿把这些全都扔掉 是 阿宝 在 把那些给侧夫人准备的补品 全都送进来 是 少主 你气色不好 是因为不吃东西 我说过 燕窩要一日三餐地吃 是 恶心得很 吃不下去 那就吐了再吃 那就吐了再吃 你不吃 儿子也要吃 福人 夫人 小人已经将话 带给六少主了 主上不满酒穿使者 在酒楼用膳 此番突然发作 想必是有人在背后 说了什么 好 我知道了 请恕小人多嘴 请恕小人多嘴 小人忍不住 告诉了六少主 您也为他 在主上面前说了话 那他说了些什么呢 六少主的意思是 感谢您替他说话 他很感念 母亲 他在想睡头 你父亲说了 只能吃一颗 不然会有屈齿的 这才是儿子吗 得了糖 不会给母亲道谢 若是夫人 与六少主更亲近些 他自然不会再道谢了 好 专呗是我 让我们母子 生疏之词 母亲 为何不直接一点 有话直说就好 大人真笨 阿仔最聪明 对了 小人适才在忠义店外 看见二少主和三少主在嘀咕 想是让三少主拿酒餐美食会 做法子呢 心情老三跟他日进亲口 总不至于 这宫里的兄弟们呀 欢迎诸位光临九川美食大会 请多指教 九川美食大会开业仇宾 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 来来来 里边请 里边请 来来来来 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 里边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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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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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死老三 这几日没动静 我以为它想开了呢 没想到 它来这一套 这个死老三是不是炮正准势啊 怎么正不怕呀 怎么 正不怕 我这就要去骂它 我的天 省省力气吧 明日还有一场熬战呢 是啊 它明天肯定还得作妖 若他们上门挑衅不用理会 按我的计划做就行 按我的计划做就行 客官 各位注意了 我们九川美食大会就在对面 成聘掌柜伙计 不论这里给你们多少预算 我都加一成 嫌少是吧 那就 加两成 三成 三成啊 这样 只要你们不在这里做工 我到天前多少都行 别丢人了 我们的人你是翘不走的 不怕告诉你 他们都有轮休 职业也剩下的 是另算钱 是外头给不到的好处 更何况 这里是女子开的酒楼 一旦经营不善 我们会沦为笑柄 所以我们只许成功 不会失败 这对他们来说更是一份保障 而你开酒楼 不过是一时兴起 还想效仿我们 傻子才会丢了饭碗跟你走 我开酒楼 就是要你们沦为笑柄 让你们知道外头有多难 你才知道我有多好 你看 你现在就像是个孩子在这儿胡闹 你出了这么多昏招 你以为开酒楼容易 我做生意多少年 你做生意多少年 你还能用我动吗 是啊 你做生意的年头长 那又有何用 但凡冷静一点 就不会在这儿做这么荒唐 又浪费时间的事 你不过就是气不过我们离开你 你现在受的气 还不及我们的一半 你虽然也不是什么恶人 但是在你身边的那几年 我们也是拿熬到了极点 你动了 你还反过来说我 是你们对不起我 这么多年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你这瞎了眼的自信 到底从何而来 你当场 你还说得很赞 很赞 很赞 九川美食会酬兵 每样菜捡三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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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川美食大会大酬兵 每样菜捡五文 每样菜捡九文 每样菜捡十一文 每样菜捡十一文 每样菜捡十三文 捡十五文 十七文 十九文 九川美食大会大大大酬兵 不管对面每样菜多少钱 我都比他们便宜一般 别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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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 放弃了吗 你等着吧 都在我这儿了吧 等着吧你 离开心 离开心 客官 你别走啊你 对面可比你们便宜 别走 园英 客人都去那边了 无碍 三少主现在菜品定价 已远低于成本价 他要么亏本 要么下调成本 前者难以维系 后者 根本保证不了口味 那我们现在 要把菜品恢复原价吗 不用 李威藏拟了一份新菜单子 我们试过之后 确定上新方案 就会比三少主先行一步 这次就当本价姥姥 给小贝一个教训呢 客人一是喜喜厌旧 而是不肯吃亏 若还是以前一样的菜品 一样的价格 他们肯定觉得无趣 就不感兴趣了 若是有了新的菜品 而且价格要比之前便宜一些 那他们肯定感兴趣 做生意不是让客人吃亏 而是让客人觉得自知占了便宜 嗯 话倒是这么说 可是这些不像是人吃的东西啊 这道菜 是带川与苍川的融合菜品 烧饼加臭豆腐 这道是带川与墨川的融合菜品 螺蛳粉烧酒臭豆腐 这 这几个好像就那什么小原子正常点儿 哎呀 你们动筷子试试吧 挺好吃的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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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来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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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真的不错 哎 我尝尝这个 吃还可以啊 云云你尝尝 不用了 过有不食 是自知利 不过因小人之见啊 啊 这几道菜的名字 什么螺蛳粉烧酒臭豆腐 客人一听就不想吃了嘛 要不然咱们换个名字试试 我们一定要想一个好名字 本店隆重推出 各传特色融合新菜品 爱情诸君同您品鉴哦 哈哈哈哈 来 排队点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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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莫香四号 天下英雄 哎 来 姑娘 我要山海一番 金香三号 山海一番 谢谢老板 哎 姑娘 给我层出不求 莫香一号 层出不求 迎川五号桌 玉盘韩桃自在相遥好了 大川三号桌的餐花一路 发家致富好了 莫香二号的天下英雄 层出不求 出餐了 冰川一号 山海一番 喜乐平安 两位 两位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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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降价还不行了 你们降价以后 她的口味都变差了 这也太难吃了 你别穿我袖子 不行 松开 松开 来 来吧 来 尝一尝 你们胡闹什么 还搞什么融合菜 你这样就能把我的客人 都抢走吗 你只会跟风 你的酒楼是开不久的 又不是我娘 你滚不着 行了 海棠姐别跟她说了 我说什么她也听不懂 她诸会好心 当成驴肝匪 白鹿 你是白鹿 我认得出你了 是吗 你都能认得出我来了 这不是最起码的尊重吗 怎么着 我现在还应该谢谢你是吗 不 我每天背你们的画像 我想努力地对你们好 给你们一个个的斗背起我 你们都把我当成敌人 鸭子飞了你知道追了 孩子大了你知道带了 你现在改了 我就应该原谅过去吗 你们为什么这么恨我 我们不是恨你 我们只是想过 我自己的人生 是你不依不饶 呼叫蛮缠 你不管胡正思 成天在这儿瞎唬 新川主纵容你 这念你自由丧母 他亲自抚养过你 颇有感情 可是人心反复 就是寻常父母子女 也是有分寸的才长久 更何况你还有那么多的兄弟 还有 九川菜这门生意 情况很复杂 那么多人盯着呢 你不知道吗 复杂 我纵红商长这么多年 还能发生什么我算不到的事 叶侯爷到 叶侯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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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哪儿在了 正好 邦令啊 护政司制令 九川美食会 九川美食大会 当街百类独立方市 九川使者出入目睹情状 更有商风化 故二九楼全权移交 护政司监管 万湘侯代行全责 一应事物不得善专 这女子开设九楼 新川自古闻所未闻 更何况 还听闻由九川使者 时常出入此地实为不妥 为长远记 本侯代护政司及嫡长主殿下 协同管理 从即日起 你们及对面九楼闭门窃客 先行整改 岳侯爷 我们一直按规 向护政司缴纳税款 若是亭业 只怕对护政司有损 此时金川郡主不必担心 本侯自有打算 从今往后 你们仍是九楼的东家 但我 是东家的东家 你带老五老六家的三位 去抄一下 近日来九楼用膳的 九川外室名单 是 你 陪我一同下楼去找一下老三 老三 都倒是夫妇一体 易损俱损 你这当街与女子打泪 弹劾河的折子 都快堆满护政司了 第一张主觉得你实在是胡闹 只能是由我来出面的 都说不能让富人抛头露面 幸亏这些女子还有分寸 没有公开自己的身份 只有几个知情人知道 这同事是你的夫人 要不然还不知道闹成什么样呢 懂 懂 懂个屁 那不是 我夫人姓懂 差不多 差不多 言归正传 这几日呢 我们护政司好好看一看 现在我就总结一下九楼的经营情况 梳理一下未来的发展方向 既往开来再创辉煌 这话怎么有点耳熟啊 纯月 血与火的烟云 一往西 沧海桑田 不是一家人 不禁一家门啊 既然九楼开在新川 就应以当地人的口味为主 而不应只是一味讨好区区几个外乡人 当然啦 你们身为女子 自然不懂得这其中的道理 所以说 要用更优秀的决策人才 居然有人 比老三还烦 不要靠近这个糟老头子 会变得不稀 总之 你们要有更高的眼界 更大的格局 走向更新更好的将来 弄明白了 他就是想把我们恶心走 好让狗儿和他自己霸占着地 你们在说话 你怎么听见了 我方才都说了 往后这酒楼 就不要再招揽外乡人了 以新川为重 舅爷 既然你把大家都收编了 那就是一家人了 晚辈想从长远集 这里是九川美食组会 那不灭像九川 那岂不就是 老三 格局小点了吧 我在护政司多年 自然懂得这酒楼的精英之法 要以大局为重 你还是太年轻了 来来来 我好好教教你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金银酒楼之道 这就是 心很难 你要知道 他们的口味和血泡上 你也嘴气笑话笑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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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суп coop 她跟你说什么了 婃 Oppope 姓月的 到底跟你说什么了 我知道我错了 我对不起你们 我终于知道 我以前有多烦 我实在是太烦人了 我再也不说那么多回话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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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啊